S1 凱能王 你要陪我下去喔 我以為你要陪我下去了 不是要陪我開台開下去 再輸一把就可以多到 即使在我認真玩的情況下 還是連輸三把呢 那我就直接勾當 這就是剛剛的下路喔 這就是上一場的AD喔 下路加起來兩兩分 沒關係 我也控制不了 有走就再輸我一把 等等就急速勾當 哎呀選了個塔里克 上單又要清選 對面這個都要進來的 我可以剛好測試一下凱能改的怎麼樣 一陣子沒看到凱能 因為凱能這版改強了 凱能這版改強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給個機會 QCD前期減一秒 減到滿的 係數多吃10% 而且加20傷害 算是滿多的 我說你能吃變了嗎 我說你能吃變了嗎 個人過心機 過心機啊 我很麻煩啊 差距 又是上路差距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上路差距 這叫做上路運氣差距 我的運氣特別差 我也有可能會遇到上路差距 就是運氣比別人不好 秀了一把 哈哈 我每一把都在秀啊 隊友每一把都在秀 我把把秀 隨便加雞巴亂說 我不好強 今天又加了幾分 加75分 強吧 強吧 我的隊友 這就是我的隊友 03 即使我把把 毀毀上單 但聲速卻能一直勾搭 我有Evelyn 沒有Evelyn他衝上去 沒有Evelyn他這樣做 他是白癡啊 因為你看我TP回來 他也討不知道什麼東西 他這樣做 他到底是白癡還是有Evelyn呢 我分不出來 我沒辦法都開通上單 時黑要怎麼發揮 其實也可以發揮啦 所以有中野全獸 好吧 為了哥哥從這邊閃到這邊去 到底要閃阿翔 沒有 出那個東西阿 開打 不要就走 特效改過了 感覺現在改了大爵的特效比較舒服 直接走啦,因為我沒大絕,被待伏就直接死了,我直接打給他 我們會戰其實蠻強的啦,只是要打得起來,還敢偷Record啊 不能抽彈槽,回法能給他嗎,當然能給啊,當然能給啊,給他他也不會Carry,為什麼不能給 別太狂喔,別太狂喔,對啦 沒啦沒啦 你在放什麼東西的啊 啊 這虛弱不錯 瘋往哪吹你就往哪倒 人我一哈 人我一哈 我們是一哈啦,我還二哈咧 一哈 喔 直接點他 這個NBT到出了一堆邊線裝啊 這個只能守,守到我們有魔寬然後打一波 有沒有演有沒有演 啊沒辦法 沒辦法 拿命來斷我啊 我們拆塔速度應該是蠻快的 OK 這樣這波我們是亂的 這次傷害打不死 算我可能要殺人先去守啊 你們要去守啊 對啊,殺人先去守最好啊 這人挺天真啊 他該不會想要直接秒殺我吧 看起來好像是傻 這人挺天真啊 他該不會是想要直接秒殺我吧 看起來好像是傻 賣到啊 我到底有賣到 他想要秒人應該出雲落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出這個裝備 下一波又有閃啦 所以我們基本上不會出 我是多麼的不想上課 但真的沒辦法啦 只能上課啦 誰叫這個疊戒時辰 卡了這麼久 只能上課了 等有閃 這波病 疊被偷了 疊被偷掉產線嗎 彎彎 難道我香港來的 香港來的啊 打翻體什麼的 就有人被偷了 疊被偷了 就有人送頭 日上演這種畫面我們要守中啊 我們就在旁邊繞吧 我們帶裝 我們就在旁邊繞吧 鬼滅 要撲人命啦 鬼滅 直接打W兩次 AD直接下去 下一波還有閃 遊戲結束 好歹我也是 S1凱能王 這麼簡單的開戰 那個AD還敢走出來啊 蛤 還敢走出來 丟人現眼啊 蛤 笑死 這把這把遊戲 這把怎麼贏一把這麼難啊 我怎麼贏一把這麼難啊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情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情 蛤 卻才贏了兩場 還是玩五場贏兩場 輸的好像還比較多 這件事簡直莫名其妙你們知道嗎 這件事簡直莫名其妙 你看還加75分 輸一場加75分 輸一場扣20幾分 贏一場23分 加回來 蛤 又是全場最長 我問你到底怎麼了 又是全場最長 然後就有人喜歡一直送 我都只死個一兩次那種 還好 隊友也看得出來誰是爹 輔助覺得我是爹 OK 虛情宅 打野覺得我是爹 媽他中路這麼廢還不給我讚 點擊他 故意送人頭 消極態度 簡直莫名其妙 哇 你看啊 看看看看 五場那媽才贏兩場 真的是可悲啊我 在我眼裡 送的不錯 不配贏 哈哈 這主播每一把都在送 加75分 隨便利 上路極致快送 還敢走出來丟人現眼啊 哈 這主播 簡直莫名其妙你們知道嗎 你看還加75分 然後 隨便利 喜歡一直送 這主播覺得我是爹 OK